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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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欢迎又带来到每个月的早餐会报时间了 这个封面好像有一点点熟悉 又有一点点的奇妙 因为我们上一期做的是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柴柯富斯基 那这一期做的就是 这一次请到的是我们的编辑洪玉 大家好 洪玉为什么这次来跟我们吃早餐呢 因为其实洪玉是俄文系毕业的 不太好意思 但的确是 不过现在好像比较俄文系的嘛 就是要铺语文学系 所以简称斯文 我们这期在做这个的时候 洪玉给我们了一个 惊讶的小知识 因为大家都会很好奇 说干嘛 为什么要是财客富斯基 就是我们是柯啊 为什么是柯啊 就是大家都念柴柯富斯基嘛 那我们那时候是想说 因为我们自己标准字 都是用Tchaikovsky 就是用柴柯富斯基 好像音比较接近 可是呢 其实俄文是怎么发音呢 俄文其实去听俄国人他们念 会念Tchaikovsky 这一期应该是Tchaikovsky 会比较贴近俄文的原文啦 可是我们今天说 那些人我们一起都没听的Tchaikovsky 我想应该大家就会说 嗯对啊谁啊我们真的都没有听过 就是他经过转成英文 在东转新转成 然后最后大家还是念成Tchaikovsky 所以呢 我们还是把它翻成Tchaikovsky 上一期讲的都是Tchaikovsky 最最最知名很常被演出的曲子 那这一期我们其实是 请了同一套的主笔 可能在上一期他有一些 对于这些知名乐曲的一些想法 然后在这一期呢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可能上一期讲的是456 我们这期讲的就是123跟曼弗莲的交响曲 他其实刚好都是在456之前写的 他们也都是非常好听的曲子 这次像主笔吴玉婷的介绍 你就可以一一的再重新把这些曲子找出来听 他也不是那么难被找出来 他只是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少被演出 或是比较少在音乐会上被听到而已 上一期我们说 你一定听过那些 Tchaikovsky的交响曲名盘 这一次呢 其实就有名盘之外 时宜搜集再发现 有比周心燕呢 他念了非常多 比如说以史特老师建堂的肯培 或是说以孟德尔宋建堂的马书 芭蕾配乐建堂的普列文等等 但其实他们都有录过Tchaikovsky的交响曲 都有展现出一些他们个人独特的想法 除了上期讲过那些 你一定都听过像是莫拉文斯基等等人的名盘之外 这期这些人的盘 也都可以找来听听看 我们在上一期 请了刚刚主笔老师帮我们写 有名的协奏曲的时候呢 他稿子交过来的上面是 只有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跟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就想说 为什么大提琴独奏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 不在里面呢 那时候我们其实有写信问他 然后他就说 因为坦白讲啦 这个曲子是个很奇怪的作品 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摆在下一期再来讲 那这期他就真的讲了这个曲子的故事 他就说 其实我曲子那时候创作的时候 创作是还算顺利 可是在首演的时候呢 那个大提琴家竟然把 那个曲子全部的顺序 打乱成他觉得应该适合演出的顺序 就比如说原本 彩克夫斯基的这个顺序是12345678 因为他是一个变奏曲嘛 先演了主题 然后后面有很多变奏 可是呢 那个大提琴家竟然把它可能改成1345268 就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可是更奇怪的是 彩克夫斯基第一个他没有意见 他就说 那就这样演 第二个 乐谱出版商 要出版曲子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听说 这个曲序有被乱动过 然后他们就跑去问彩克夫斯基说 那 请问原本的顺序是什么 没想到彩克夫斯基竟然说 算了就这样出了吧 随便你 对所以你就想说 那他到底是喜欢这首曲子 还是不喜欢这首曲子呢 这很奇怪 而且长久以来 大家就是用这个版本在演出 一直到很接近现代了 俄国大提琴家 因为这个故事可能就被流传下来 他就觉得不行啊 我们一定要来找出到底原本是怎样演出的 可是又没有谱 那怎么找呢 他们竟然用了 CSI犯罪现场的技巧哦 科学方法 对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到了1955年 那他们才真的还原出 原来彩克夫斯基是用怎样的方式去演出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那一直后来也有点像是推广 到现在 才大部分的大提琴家 才是用这个方式原本的曲序来去演出 那像后面呢 还有像是管弦乐曲 歌剧 钢琴读奏作品啊等等 也都有 你可能会有点意外的作品 比如说 你知道柴克夫斯基其实有写过 钢琴奏弥曲吗 这个好像是真的大家很少 很少听到或是没有想到这件事 对 比如说上期我们介绍四季 他还有写过六首小品啊等等 我觉得像严环罗老师也讲得很好玩 他说这六首小品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淑女士长 什么叫淑女士长呢 那时候这些作品都是跟着艺术杂志出版的 为了要吸引你知道 鼠女们想要买这个杂志跟这个乐铺 所以她们都取得非常吸引鼠女的标题 比如说像是 夜之梦相间回生 有点像舒曼 有点像消邦 就是这些名词让你觉得 好像很浪漫 好淑女啊 这些曲子我们在这期都有一一的来跟大家介绍 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来特别讲一下的 彩克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 在试念乐的部分我们上一期介绍的主要是他的弦乐六重奏 跟佛罗伦斯的回忆 那弦乐四重奏他有写了三首 但是这三首你要说真的很冷门吗 其实有一个乐章超级无敌大热门 他就是这个第一行乐四重奏里面的儒歌的行版 为什么他要这么热门呢 因为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 在听了这首曲子的时候 他就落下泪来 那不知道二文系有没有讲到这一颗 我知道答案文豪托尔斯泰 就是听说托尔斯泰 听完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落下泪来 然后彩克夫斯基还说 天哪他真是感受到身为乐家的感动这样子 所以这首曲子这个乐章非常非常的有名 可是相对而言 我们也要为这个第一号弦乐四重奏的其他乐章 留下同情泪 因为每次大家来听这首曲子 就是只听那个乐章 然后剩下的就比较不熟了 所以就透过我们这次主笔的介绍 就来好好的讲一下这首曲子 其他乐章还有弦乐四重奏 那到最后呢 特别回顾了一下 因为今年我们做这个财克夫斯基主题 主要就是因为 今年刚好是四年一度的财克夫斯基大赛 那在上期结稿的时候呢 正好是如火如荼大赛展开的时候 那这期结果出炉了 到底谁得奖了呢 在这次我们有个很好的名单 但是我觉得这次大赛最有趣的 应该就是 安天旭的曲序 吊乱事件 安天旭我觉得他也是因祸得福啦 因为他因此成为这次大赛 最具讨论度的参赛者 那这期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搭配上一期来看 因为你可以完整的感受到 柴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的面貌 那如果今天你还想要对俄国音乐 有更多了解的话呢 请洪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编的那本书 那就推荐我们家有一本 以俄国音乐为主题的 战斗吧 漫画俄斯音乐物语 他除了画迹真的很棒之外 他也会有一些小短文士的文章 更深入一点去补足 用画面可能没办法讲那么详细的东西 但是也都是用一些不会太艰深的方式 让你可以更多去认识他所介绍的音乐家 跟他们的作品 而且还准备了一个很有诚意的全彩拉业 直接就是整理了一个年表 同时列了俄国那个时候他们的历史事件 你会发现其实一个社会的文化 跟他产生的艺术绝对是会息息相关的 所以就这样对比的看会更加深那个记忆 他的彩克夫斯基的段落会相对比较少 可是相对来说他就介绍了大家 比较不熟的俄罗斯音乐的其他面向 比如说很重要的格林卡 承先启后的俄国舞人组 拉赫曼·诺夫 肖斯塔克·维奇等等 这些都是俄国很棒的音乐家 那你如果只知道彩克夫斯基却漏掉了这些 会对俄国音乐的认识有很多的缺失 是蛮可惜的 所以还蛮推荐可以都来翻翻这本书 可以说把这本看完以后 大概就是0.7个俄罗斯音乐通了吧 然后再搭配这两本杂质 对 这变超强的 那就希望大家除了这两本杂质之外 也可以找来我们这次的战斗吧 漫画俄罗斯约屋误语来一起 非常推荐 那么母记早上汇报我们下次再见咯 今天早上汇报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个赞 或是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记早上汇报 下次再见咯 再见